南陵陆家家主参见冥王殿下 起来吧 为要参见冥王妃 多谢王妃对母亲的救命之恩 没关系的 我也只是稳住了陆夫人的病情罢了 并没有真正的医治好的 王妃真是客气 你给了母亲那一颗药后 母亲这一路都很安稳 无论如何 还是要多谢王妃 是啊 王妃娘娘 夫人的病可以支撑到现在 多亏了王妃了 陆家主当然真是客气了 王妃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快些进府吧 陆夫人的病可不宜耽搁 神医谷谷主正在府中 好 冥王殿下 草民和家眷 还需在冥王府打扰几日 希望殿下不要介意 何谓打扰 进去吧 王妃娘娘 门外有一人找您 谁啊 是陆家公子 哦 要的进来吧 陆公子怎么来了 快坐吧 这是冥王妃应该住的地方啊 我这地方有些简陋 陆公子不要介意的 不是 在下只是好奇 冥王殿下 为何会叫王妃 您住客房呀 我不在意这些的 而且这里偏僻很安静 我不喜欢热闹 哦 在下是特意来跟王妃娘娘道谢的 多谢王妃对母亲的救命之恩 而且当时 因为母亲的病不亦耽搁 所以不得遗弃王妃于不顾 在下心里实在是愧疚 特别是看见你 因为此事受伤 这心里更加过意不去了 哎呀 就因为这事啊 就陆夫人实在是举手之狼 至于我这伤压根就没多严重 如今已经上了药了 不按时的 你不用放在心上的 那也不行 王妃既然救了母亲 还大意凛然的护我们周全 陆家便欠王妃娘娘一个人情 倘若王妃娘娘今后有什么用得到在下 以及陆家的 陆家人都不会拒绝 王妃娘娘 对不起啊 我走神了 无妨 不过王妃娘娘还是第一个 在在下面前说说话就走神的呢 真是对不起啊 我 没事 在下刚刚说的 王妃娘娘可满意啊 陆公子真是客气了 我就是举手之狼而已 况且陆夫人的病我也没有帮什么忙 就这样讹你一个条件 那和今天大街上那个毒蛇妇女 有何区别了 那毒蛇妇女 如何能与王妃娘娘相提并论呢 她是索要 而王妃娘娘是在下心甘情愿 想要报答 嗯 也是 不过真的不需要 实话告诉陆公子吧 我在这冥王府不过是暂时的 很快就离开这里了 如果以后不出意外的话 你是不会在冥王府见到我了 所以真的不用太感谢我的 你要离开冥王府 要去哪 不好意思 在下失礼了 没事 刚刚王妃娘娘说要离开冥王府 可想好了要去哪里 暂时还没有想好呢 锁一步看一步呗 可想过去南陵 南陵 对 南陵 陆家就在南陵 如果王 你去了南陵 也好有一个照应 嗯 如果这样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的 只不过我离开这里的时候 还早呢 到时候我要是去了南陵 一定会找陆公子的 好 你如果去了南陵 一定要找我 那边我会给你安排好一切的 嗯 多谢陆公子了 不必和我客气 要感谢也应该是陆家感谢你 哦对了 陆夫人如今如何了 神医谷谷主 可是给陆夫人医治了吗 哦 刚刚神医谷的谷主 已经给母亲看过了 母亲的病很不好 谷主说医治起来很棘手 搞不好 搞不好母亲 就醒不过来了 不要太难过了 陆夫人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也希望母亲没事 只是事事摆在面前 我们不得不接受啊 连谷主都这样说 想来母亲的病也不容乐观了 无计划